其实经济不好 它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在过去农业社会 人的欲望不多的时候 不也是一样可以过得安然自在吗 所以经济从来不是让人生活的辛苦的 致命的一个原因 从来不是 但是当人的道德不在的时候 人的道德的观念 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混淆了以后 那就是人类要去面临 急剧的艰难挑战的开始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 不依着天理行事 我们常讲的一句话 人不照天理 天就不照甲子 当天灾人祸不断的进逼而来的时候 人有再大的一个努力 你也无法公然向天意去做一个挑战 所以老一辈的告诉我们 天虽高 走在天的下面 我们不得不什么 不寻寻走 寻规蹈矩去走 因为眼前的逞胸 逗狠 他最终招来的 那个回报的反弹的力量 还是降在我们自己的本身 所以尊重包容 不等同于放纵 就像我们尊重我们孩子 我们包容我们孩子的错误 但是不等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他的行为肆无忌惮 他没有任何一个法治的观念 他没有任何一个道德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想法 你在社会上见到的 跟你在道场上见到的 如果你真正是良心在做主的时候 其实那个进退之间的尺寸 你不需要问别人 你自己就当下了然于胸了 而我们很多人 就是自己没有一把尺 随着自己的意识心 然后跟着很多的一些的 一些的相同观念的人 在运作的时候 那在人间 我们做人做得不周全 在道场上我们学到 因为规矩的不明白 所以最后五十成到四十罪的人 后学跟各位前贤说 也不在少数啊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不乱系统的时候 各位前贤 一定要跟前面的十一条佛规 要合而为一 严格来讲 前面的十一条 我们做得不够圆满 第十二条我们的规矩 它就有了一个缺陷了 我们来看 政坛序里面 灵会光源润陀性 起开毛色天至通 每一个人与生进来 都有一个灵明的什么 佛性在 这个佛性里面 具备了一切 做人处事 该遵循的一个道德 可是因为我们六万多年来 在人世间的一个 投出投没的生死轮回 我们个人的很多不良的习性 我们自我坚持的一些的秉性 这些负面的东西 让本有的信德 他完全没有办法展露于外 所以无名越重的人 他的我值一定越强 我值越强的人 他的人际关系一定越为什么 越为悲惨 为什么 因为浑身充满了零零脚脚 与他靠近 就会什么 就会受到伤害 任何一个人都不喜欢 接受到别人的伤害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越来越会保持距离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别人不会对我们提出要求 如果我们自己 没有回光返照的能力 虽然挂着修行的一个名项 却未必会交出了 修到的一个正确的成绩单 所以显而易见的 如果要将我们朋友的那些 美好的德性行出于外 我们懂得尊重人 我们懂得爱人 我们懂得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要求自己 而不去强逼别人的时候 各位前贤 无明灭智慧险 就如同我们拿了一把 这个除草的刀 把横梗在我们前面的杂草荆棘 把它连根给它挖除掉 起开茅塞 茅塞就是茅草 把那条光明大道 给它再一次的经过我们个人的披荆斩草 把它开辟出来 于是天之通 我们的妙智慧就显现于外 妙智慧显现于外 你对于自己立身处事 面对的疑难杂症 关键在哪里 你就豁然开朗 你在理解道理的过程里面 刚开始学习会觉得艰困 到后来你会易如反掌 因为外面所有呈现的东西 都是过去诸佛圣人 他们的心路历程 我们只要走相同的心路历程 我们开启出来的是一样的妙智慧 所以我们在读经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越来越轻松自在 所以妙地魂恶三奇眼 醒悟至理彼岸灯 在这么一个三奇末节年的时候 过去不倾泻的真理天道 每一个人所秉持的 那个所谓圆满的天性 里面所具备的一切的万善美德 让我们如果学会了 凡事可以不往外去求人 因为自求多福 福不着急来 往外去求 自己没有那个道德 求死也枉然 如果求神拜佛 就能够得到我们心中所要的 在我的周遭的朋友里面 很多人中他一生 没有拿过一支箱 到庙里面去拜神 可是因为他们自己的 心性的一个什么 一个良善 我从年轻跟他们走了数十年下来 我看到的是人家的家庭和乐 看到的是人家的子孙的闲笑 看到的是人家事业的成功 看到的是人家人际关系的圆满 这些都是让后学极为感慨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道场上国内国外载走 二三十年的光景下来 不乏有很多道青 他很多的人际关系 他不能够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所谓的正确的解答 也就是那些紧密的人际关系 带给他心里面的千千节 那为什么会如此 那个没有学到的人 人家经营出了幸福圆满的人生 我们天天在圣贤教育耳虚目染之下 我们却依然有那么多说不出的苦楚 你不觉得正有那么一点点可笑吗 那原因为什么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那不是天对你不公平 是你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求 了凡视讯告诉我们 于记忆问造神记 也明确的引导我们一个方向 拜神拜佛是让我们见贤思奇的 而不只是很盲目的在佛前 去献香去献果 用一种阿谀惨媚的心态去献 它是没有意义的 是我们每一次在佛前礼拜 在神明前献香的时候 都能够借由着 在我们在礼敬的那一刻 我们明白了成神成圣成佛 他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先佛在佛桌上 去激发我们那种学习之心 这是我们每一次在佛前 参词架 烧香礼拜的真正的原因 是在哪里 如果不明白这个真意 如果在每一次的礼拜里面 没有激发出那种见贤思奇的心 没有一个自我往里面 回光返照的心 拜死也枉然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切切实实 让这个道理在我们心里面 落地生根了彼岸灯 你就有资格脱离生死此海的彼岸 而怎么达到涅 生死苦海的此岸 到达涅槃的彼岸 一阴一阳之味道 一男一女 才能够结合出下一代来 在你我的身上有阴阳之道 阴为什么 为柔 阳为刚 何为柔 敬人爱人叫做柔 所以待人要柔 何为刚 心里面有一把尺 俗可为 俗不可为 一切以圣人的道德为一归 可是我们常常会反其道而行 我们把柔的一方对自己 容许自己一错再错 自死不敢 可是我们用刚的一面要求别人 拿一把尺去剁量别人 希望别人去循规道具 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一个持戒 跟圣人所要求的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只有明白了 而且落实了圣人的道德教育的内涵 我们才能够真正跳脱生死轮回 所以天真活泼 透玲珑 渔夫 尽成 治理应 当我们能够把我们那个善良的本性 开发出来 天真活泼 是指我们善良的本性 天真是你与生俱然 这种自成不期的本性 你与生俱然 可以活泼硬适而没有食骨不化的那样的一个观念 这都是每一个人 你应该有的特质 我们只要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真正做到了自成不期 各位前显 那么自成所感 感而遂通 就能够与天相互呼应 于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 常常会有灵光一闪 让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愚昧无知 而去做出了荒腔走板的事情 所以尊严狭行 畅仁义 我们要尊重圣贤先佛的教化 然后我们愿意行千里路 去普遍的度什么 度化有情众生 把这个正确的义理宣达出去 这个义理一旦能够在别人的心里面 也落地生根了 于是人世间 德不孤啊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跟我们一起走相同的这一条路 后学去国外的时候 一些年轻人跟后学讲 我们谈这种人意道德 谈到忍让 谈到包容 这些有那么一点点跟不上时代 太过于委屈自己 委屈为了求全 那全何时会到来 当时后学记得回应他 如果你不懂得委屈求全 最后你就会把一个流离珠 给他完全给粉顺掉 我记得上一堂课 我跟前贤分享到这个观念 谈是不到一个礼拜 各位前贤 惨念的消息就传给后学了 夫妻闹得不可开交 宿诸于离婚 我前脚离开 那个地都还有我的影子 应我的人声音还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就接收到这个信息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你可以活泼意识 跟道德尺寸有关的东西 你没有活泼的理由 你没有活泼的一个借口 你就一行的圣人所教的去做 就是没错了 所以后学前面上一堂课 有跟前贤分享 当我们觉得人跟人在对应 我都在委屈我自己 我不是也提出了 另外一个角度的思维吗 那是因为过去你太嚣张了 你的灵脚太多了 只有你去赐别人体无完肤 现在你稍微把自己的灵脚 去化一点点 你就觉得好像 盲刺在背诸多的不舒适 所以人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敌人从来不在外面 九品连台没有限制人数的 各品本事 各成功夫啊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肯付出 那么我们都可以 去在人间创造自己的九品连台 所以你修的好 与我是没有妨碍的 正确来讲 与我反而有激励的作用 好人在一起 可以激发正面的能量 如果不好的人聚在一起 他就开始比烂 你考六十分 你跟一百分在一起 你会觉得自己 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路 要去努力 你跟那个三十分四十分 你就洋洋自得 所以古人教我们 灵为什么 牛尾不为鸡手 我们宁可跟圣贤在一起比 把自己比的 一文不值 我们都心甘情愿 因为在那一文不值的 自我检讨之下 你已经在道德的培养 远远胜过一般的凡夫俗子 可是如果我们跳入到十丈红尘 我跟那一文不值的人比 你会为自己的两文钱 去沾沾自喜 洋洋自得 所以我们乐于与善知识相处 我们不需要有嫉妒心 因为善知识可以激发我们的道心 我们要离开恶知识 因为在我们的心性不够稳定之前 恶知识也会对你我产生一定的熏悉 于是我们就常常会在善恶 佛魔之间 天理人欲去那门征战 于是一路的走来 学到都在什么 都在所谓的好坏是非里面在挣扎 那我们的心性进步就很难了 所以真正的依着圣人之教去做的时候 活泼硬式的能力的尺寸 那个把握我们就会拥有 而且不独自自己有 还希望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 我们得到了好处 我们跟别人一起来分享 所以五本灵妙天尊 奉母赤子降至谈成 参叩老母再为批训 这是我们老师爆出了他的圣号 那一次的灵坛 是灵妙天尊 累结来人间的历练 回去都受到百姓的一个尊崇 所以才会有不同的圣号流传在民间 接受百姓的一个奉养 所以观众生 迷心性 贪恋 贪恋 不回程 没有学到以前 我们重名重力 重情爱 学到以后 也未必有几个真的看破跟放下 只不过是学到前 学到后 学到后略为进步 贪得多 贪得少 但是只要让我们自己 在学到后 前 他有一个分别 我们最起码也聊堪自慰 就怕我们 闻风不动 丝毫不敢 那就只有自求托福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于人世间 你贪得越多 你也回不去 所以误了三起好良辰 未曾修身上部体 在过去无数节以来 有那么多的圣贤 先佛 来人间倒装降世 度化众生 你我都是其中 被度化的一员 能够求道 修三世 能够亲口 你要有七世的一个修持 可见我们今生的 修行路 你应该要不陌生 但我们就算修了七世 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在佛堂里面 呈现出来的 一个所谓的行为 我们足以为人的标杆吗 我们不是还有很多的地方 我们还觉得自己不足吗 觉得不足都有救 因为不足就会有 激发自己 再度充实自己的 那种需求 那种欲望 就怕浑然不自觉 浑然不自觉 良辰家旗不等人的 昙花是一线的 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 刚求道的时候 很多在座的前嫌 道领有三十年五十年 所以推诸你们求道的时候 都是年轻貌美 可是现在你去照照镜子 年轻不在 貌美没有 但是有的是气质 数十年到场的熏悉 培养出一股 截然不同于别人的气质 那就好了 所以我们如果时间 生命流逝的这么快 我们再回头想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锻炼自己 所以唯有好好修持自己 上固庭 固庭就是回返固家园 我们从天而来 我们要回天而去 三界二十八天 不过是我们旅游的 其中的一站而已 你应该只是暂时的落脚歇息 准备下一次的冲刺 你不应该把这个三界二十八天 变成了你长期拘留的地方 因为一旦你拘留的久了 严格来讲 不过三世 大概玉界天 就沉楼到玉界的三恶道里面去了 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 所以努力把握时间 修自己 创建我们未来的工业 所以时有性天道逢 素贱大德夺魁功 所以我们是何其有性的人 在这么一个时节姻缘 遇上了这么容易 入门的修行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得到以后 只要不反道拜德 天佛愿的外愿 有你一席之地 保你一万零八百年 不进六道轮回 一万零八百年 各位前嫌 没有保你永远 我是把点传师的点道词 重复一遍 如果多讲了一年 那个责任我都要付 开玩笑 你在座那么多人 那我不是上去两天 我就下来了 只是保你一万零八百年 天上的时间是过得很快 都率头天一天 人间四百年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意理 根深落定 落定 你修的只是福 脾气毛病 没有去化 主观意识 没有淡薄 内院进不了 你修的是福 没有会 那很快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么一个 给我们行功利得的机会 我们能做的 我们去做 随缘消就业 派给我们工作 不要推脱 推脱的时候 你没有行功 你过去造的恶 你夺人钱财 你夺人性命 那个罪过错的 灭源 谁替你偿还 请不要忘记 师尊师母 是替我们谈妥条件 他没有办法替我们 偿还这笔业债 他是暂时挡下来 给我们学到人 去行功利得 所以你要去什么 你要利得 让自己不要重蹈覆测 你要行外王的功夫 你让自己所欠的那些的业 有一个具体 偿还的什么 偿还的一个功德项啊 我们将来回去 内圣外王 齐头并尽 才有夺魁功 脱魁功就是你的九品连台 才会高高在上啊 高高在上代表我们有能力 再来人间度化众生 两间可以担起更多的责任 外王行得多表示心量宽 我的好东西乐于与人去分享 就像我们今天 这一般的佛员真的是很奇特 这一般人供养的还蛮多的 今天光一个脸星啊 各位前贤 三四个不同的稻青有庙 再跟各位前贤结缘 两个包子 两个不同的稻青 从不同的地方送过来 还有人去结缘 还有人交代后学要购买烧仙草 跟前贤们结缘 四样东西 全部在今天十点半 要提供给各位前贤 所以今天煮饭的人 轻松了 为什么 因为前贤们很聪明 立刻把物品 物资做一个切割 我们要高兴 为什么 人跟人之间要有一个善缘 你才吃得到人家给你的东西 接受人家供养 也是一件好事 那叫地结善缘 但是不要永远只接受人家供养 你要问问看 我今天有没有很认真学习 然后将来有机会与人结善缘 我愿不愿意去递出那个橄榄枝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双面的 所以我常说这个礼拜四的班旗 参班的人是很特殊的 所以若错良成毁难平 万劫难能得超生 假如错过了这一个十节因缘 毁难平 你的后悔的程度 是没有办法去衡量去思维的 因为再下来 各位前贤 天地进入重整 天灾将会接续不断的下来 地球将要体无完肤 一波又一波的天灾 会带走一波又一波 有情众生的生命 我话跟各位前贤说在前面 这么多年来 我们从认言经 到优婆赛戒经 到佛归义入 总是在很多的班旗里面 有意无意的跟各位前贤提醒这一点 佛是死于者如于者不妄于者 佛在经典里面 早就把地球的未来阐述得很清楚了 为什么我们的一贯道 在三期末节应运 为什么祖师洪辞大愿 只要你没有反道拜德 外愿都给你一席安生之地 因为未来的地球村 在某一个十节因缘里面 不适合人居 还有没有人 有 可是存心不散的人 他遇到的灾难是越来越多的 回去以后压阴山 所以前贤们要把握时间 开拓自己的心胸 首要的前提就是 改息性化病性 各位前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摆在你的前面 儒家讲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任何一件事情 它产生了人我的冲突 人我的对立 引起了别人对我们的不满 我给你打保证 不论你有多少圆满的借口 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我可以很轻易的说出你的问题在哪里 非常容易 所以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犯的错 我们死不认错 我也给你打保证 在你的有生之年 你必然重蹈覆测 我甚至肯定的告诉你 未来生来人间历练学习 相同的错 你会一二再再而三的重复 因为你没有学会 你没有记取教训 阿赖也导致我们错误的恶法种子 你没有去化掉 它就会有那么一个反熏息的一个作用 它会主导你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皆二连三犯相同的错 而且一次错的比一次严重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一次没有觉悟 所以那个错误的施行出去的结果 它会存在阿赖也 又把你反熏回去 这是我们研究为事里面 最容易得到讯息的 所以你眼前不去克制自己的欲望 眼前不去去化自己的秉性 只逞自己的私心 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维事情 你将来要面临的挑战 是很恐怖的 或许下个月在开花班 要讲一堂课 运气太好 昨天晚上电脑就故障了 新的电脑就故障了 要按照网时有没有 或许大概就会 弃脑个老半天 我一定会跟我先生讲 你看看你 你给我买的什么电脑 会用不到一年 就开始坏掉了 尤其我又这个人不上网的 我只打资料的 也没有中毒的危险 而且我也设置了防毒软体 因为我被戴德给吓坏了 我前部电脑就是被戴德的电脑 给中毒有妙 一毒毙命 因为他本身就已经很老化了 结果进来的毒太严重 超过那个电脑能复合 所以他正式跟我 也因为他的告老还乡 我才有新的电脑进来 原本以为安然无恙 可以用个五年十年 昨天晚上就跟我再见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 哇 真好 为什么 因为后面很多资料 可以不用更新了 后学有一个习惯 很多的资料 我会不断的去更新 我如果今天上课 我早上一定把所有的资料 重新再更新一次 而我们去中心讲课 他有一个前提 你的资料前半个月要进去 我就有理由讲 对不起 不能进去 因为电脑坏了 我又不能说谎话 后学给自己的一个作用 不讲谎话 因为我发觉讲谎话 真的有很可怕的后遗症 一个谎出来 你要用后面一个谎去圆 然后再三个谎 最后你把第一个的谎 讲成什么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给我自己的作用 不讲谎话 为什么 让自己的生活单纯 头脑不够清楚了 还有那么多的谎话 在里面充斥不是害死自己吗 所以前前门把握时间 好好修 好好去 这个不经小节 把他扩大 把他扩大言之 就是我们真正学到的人 不要拘泥那个枝末之士 也就是大学的重本末里面讲的 你要看重本 看重那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不要为了一些枝节小事情 去影响到自己 什么叫做枝节小事情 比如我们在道场上办事情 桌子摆下去 哎呀你这个桌子怎么这样摆 为什么不那样摆 你应该要经过什么动作 在做什么动作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方法 我也很坦诚 我自己也是很固执的人啊 我扫地绝对不会从 那个门口扫过来 我一定从讲台往那边扫 因为扫过了脚就不要再践踏 这是我的习惯 所以为了这个习惯 在早期理路不通的时候 不知道跟我先生发了多少脾气 他之所以会吃我排头 就在于常常自作聪明 拿扫把扫地 拿托把托地 偏偏他的习惯是从进门就开始托 跟我截然不一样 别人帮我们做事 帮我们分工应该要感激啊 可是因为自己固执 坚持着自己的方法不动 所以帮我做事的人就倒大霉了 你一次责备两次骂 三次怒吓 哪一个人吃饱了没事做 要出体力 还要挨你的骂 所以久而久之别人就不动了 所以这个不经小节在做事的方面 就是你不要过度坚持 一定要如何 后学很欣赏我们厨房有一些的 做长厨的人 他把工作分配好 分配好你们就自己去做 你爱怎么做你怎么做 对不对 你要先削皮再切块 还是切完块再来削皮 只要你觉得不麻烦都可以啊 是不是 各位前面会觉得很好笑 可是还真的有人犯犯这个错 因为我就遇到 但是善后的人是我 我只把我给累死了 我是有一肚子火药出来啊 可是我的义里告诉我 只能笑脸迎人 然后不痛不痒的说两句 没关系我来做 奇怪心里面已经想骂死人了 那个怒火也不能出来 可是你有一次的包容 人家一看你在做的过程 他的一个动作 造成你这么大的负担 他就心知肚明了 下一次他要做工作 他就问你 请问你应该要怎么先做 所以一次的压抑怒火 带来人家的能够自我调整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能够担多少的责任 就在于我们的心量有多大 你融得了别人 别人就乐于去帮你共襄胜举 你融不了别人 就永远就是两只手两只脚 我过去就不明白这一点 现在看破了 是轻松自在 那往我们学到的过程来讲 什么叫织末 名利叫做织末 跟心性有关的事情 叫做本 叫做重 跟心性无关的 都是知为末节的小事 你需要为了这种 为不足道的事情 而舍掉了自己的根本不顾吗 也就是我们要以道为尊 要看破色身肉体的一个需求 唯有你看破跟放下大致存 我们所立的愿才能够根深蒂固的 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灼造 而那个愿会支持着 支配着我们的四肢百害 做出有益于我们身心的事情 可是走到现在这个世界因缘 末法时期 千门万教其发 各有自己发明心地的一个邪说 我们如果没有一把尺 各位前嫌 我们就会文机起舞啊 所以如何让自己的意理能够真正的扎根 让我们不会被外面似是而非的言论 给混淆 一次两次三次 他不能动摇我们 那这样的一个考验 他就会随风而去 他就绝耳根 绝耳根就是你再也不会接触到 所以细线经线皆命脉 统领四方集群弦 集弦群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们所有办事的方法 我们所有对道的一个观念 就攸关我们最后这一段路 我们会不会走向别人所说的成功 或者是走向别人所担心的失败 你要看我们自己决定 而现在我在一贯道的道场里面 各个主线看到的 我四个字 惨不忍睹 师母早就预言 最后一场是智慧考 早就预言了 哪一次的考试不是智慧考 我也说过无数次了 如果现在老天出一个考题给你 别人的东西你可以带回家吗 请问各位前嫌 你们有几个人会在上面画圈圈 一定打叉叉嘛 想带嘴巴也会说不可以不可以 对不对 假如今天出一个考题 别人的老婆很漂亮 你很喜欢 你可以想要把她据为己有吗 我想我们男生 即便里面小鹿蹦蹦跳 你也会嘴巴里面讲仁义道德 不可以不可以 我要做柳下会 对不对 所以对于修道人的考验而言 最大的关键不在于名利 不在于那些一变而知的事情 如果连名利你都不能够交出正确成绩单 为了名利走修行的路 借着稻草某个人的私利 那根本不叫修行人 关键在于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 我们真的能够当下立判 交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是符合老天的期待 我们有把握了吗 案例我们在后面会一个一个提供各位前写 动机都没有错 但是理路不清楚 做出来的事情 大错特错 将来回去 那个责任不知道要怎么清算 所以唯有我们自己理路清楚了 我们智慧开启了 我们才有能力去影响别人跟我们一起走 后学在离离开那位前贤的时候 我跟他讲一句话 小不忍则乱大谋 圣人的道理 眼前看起来 你要去落实 去得到美好的结果 他绝对不是一天两天 就可以看到的事情 你看到的冰山 是下一夜的血就能够激出来吗 下一年的血还未必呢 我们北极的冰山 南极的那个所谓的冰层的大陆 各位前写 那是数十亿年 现在有所谓的太阳的一个融化 造成海平面的上升 那是一天两天就融化的吗 不也经过了 我们人类数千年的糟蹋破坏自然环境 所带来的恐怖的一个结果吗 圣人的教化亦复如是 他的好一言难尽 只要我们持之以恒 他绝对是好处源源不绝 而你不遵循圣人的话 祸害随时随地会迫在眉睫 所以严禁致死 自己选择 我不是你 我不能够替你抉择 你两只脚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我只是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亲的立场 提供给你 一个正确的做法在于哪里 然后从不从 全禀在你 一个礼拜 各位前写 所以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各位前写 你怎么去领导别人 我想这位朋友在跟我发训的时候 他心里也有感慨 因为他也是道亲 所以经线是什么 各位前写 第一个天理良心 我们十条大院的诚心保守 就是没有求到以前 我们不知道 人人都有一个天赋的良心本性 里面具足了一切美好做人该有的德性 过去不知道 蒙动无知 犯过 老天 原谅我们 皇母性的时间就讲 你不知道以前 你犯得过 可以前过不救 你知道以后 你不可以 重复犯错 所以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宽容的修行的条件 让我们能够很轻松的把自己的过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后让我们自己的未来迎向一个什么 迎向一个幸福的人生 问题是我学到以后天理良心 你要天君在位呀 然后我们有喜怒哀乐爱欲症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就不在其位了 大学孔夫子不是教我们吗 所以诚心保守 让我们二六时钟 蓄于不离道 言行举止 不要背略自己的道德良心 第二个 外在的经线 何谓外在的经线 祖师师尊师母 老前人前人典传师 这一脉的经线 这个叫做外在的经线 所以走到这个时节因缘 不要太好奇 老实一点 我以前就跟道卿们常开开玩笑 我说你们求那么多次要做啥 是多点两三次 洞挖的比较深 所以佛光比较容易透出来吗 因为曾经有前嫌 在不明白求道的真实含义的时候 道理一知半解 哦 五教圣人 原来大家都是一样在传道的 所以五教圣人都有慈悲心 所以求道以后 带着一家老嫂 基督教去受洗 佛门去皈依 天主教也去受洗 受洗完以后 他认为圣卷在握 因为除了弥勒祖师师尊师母之外 还有其他五教圣人 齐聚在上面 人家三花俱顶 他是五花俱顶 他以为这样安然什么 安然无恙了 真的有道卿这么天真可爱 而且学历不低 是什么 是硕士 一直到有一次我去上课 刚好无意当中提到了这个问题 一下课 他就来找我了 赶忙找我 他说怎么办 我说什么怎么办 他说我全带出去了 一家老嫂 不分男幼 男女老幼 全带去了 经过无教圣人的起洗 有了 回教没有 儒教没有 因为那个没办法 那道教的东西 因为常常去 一般的庙在拜拜 那也无妨 就是接受了受洗 然后又开始了 三归一 佛门的归一 或者就在笑 我就跟他讲 你的动机是这样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我看你这个人 天真可爱 应该没有妄想心 多半是分不清楚而已 他问我要怎么办 我说重新接线呗 所以后学就挂了一个 那一家人我都不认识的 但是我做了他们的隐私的 大概有十几位 各位清醒 你看一看 你道理不去听 你知道那个动作 一做出去 你就跟一贯道无缘了 我们祖师的宏慈大愿 方便修行 只要你不反道败德 保你万八的轻浮 那个条件就没了 结果本来是要为了家人的好 最后反而害死家人 我想这也不是他心里想的 好在他觉悟的很快 而且他不坚持己见 很坦白就把他自己的想法 就讲出来 这人都是老实人 单纯 所以意理要清楚 所以外在的经线不要乱 可是我也要告诉你 世道则进 非道则退 祖师师尊师母 老前人没有问题 因为这些都驾赫西归 道成天上 尤其祖师师尊师母 对不对 礼录绝对也没有问题 可是从前人 点传师下来 我还是老话一句 只要活着 你就必须用圣人的义理 去审核他的行为 对不对 对你就要跟从 你不能有你的私心偏见 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 那是你个人的情绪 你做一个道场的一份子 前辈者的指令 只要没有违背的道德 没有违背的真理天道 不背离我们修行的方向 你只有照单全收的 可是如果他的指令是错的呢 很对不起 恭敬 但是拒不接收 这个叫做 世道则进 非道则退 如果这一个尺度 你把握不下来 你就落在周老前的人情道 这个录音可以放到各个地方去听的 忠心前人那边也会接受的 我宣导的是真理 前前人要懂 前辈者的东西方向 没有背离真理天道 没有背离道德 你不应该有自己的情绪 这个人我喜欢 那个人我不喜欢 所以我听这个 我不听那个 你就错了 你不是一个修道人 可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人 他的方向错 他的观念偏 你也不需要去指责 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去说服他 你要学会自保 自保就趋吉必修 你不可以盲从啊 盲从就出问题 自己会命 自己保 所以为什么修道 你刚开始修 会要大于福 因为会可以让我们的福 不产生任何的后遗症 如果没有智慧去判断 我们所行出去的外王功夫 到底是在诸道 还是在妨碍道 你都不自觉 过去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有一个道卿 他是死掉以后 我是在地狱游记里面看到 还是九阳关游记看到 或许忘掉了 他死了以后 他认为他应该飘飘在天堂 结果他在阳王殿宫审 他就什么 他就开始距离已争 他就辩驳 我走进道场 我也做了很多好事 结果末了阳王谈出了 他这个学道以后 所有做的好 他做的都是 在帮助旁门走道 他的注印善书 是注印那些的邪说 他的所谓的 钱财的故事 是供养到 那个邪取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被本地 道场的负责人有怨言 所以他就把很多的精力财力 往外面去送 他认为都叫做一贯道 应该叫无妨 结果没想到 他刚好帮助的对象 就是所谓的 甲祖师之流的 各位理解了吗 早期道场也有这种情况 拿一堆散书到佛堂来 后学在就给后学一看 后学一看 哇这个 这个是邪取的理念 怎么拿一大堆来流传呢 后学就跟当时 就跟对方讲 你流传圣书 请你去问问 你们本地的 佛堂的讲师 他如果告诉你可以流通 责任他单 你千万不要盲从 你这个完全都是什么 甲祖师的那些的理念 他不知道 拿了几十本 一听后学讲 有没有 原封不动的带回去 有两个不同的佛堂 宝光绍兴的 刚好我在现场 带回去了 那以后他心甘情愿吗 我不知道 但是其中一位已经走了 架和西归了 另外一位走到旁门走道了 跑去甲祖师那边 现在还在甲祖师那边 全家都去了 所以我在说 你没有智慧 未来的路 都是危机四伏啊 好的东西 他一定 很难灌溉培养的 钻石没有府地皆是 九头四个龙无 现在的苹果不值钱 过去苹果是稀罕的礼物啊 谁家生病吃一个苹果 谁家孩子旅行 拿了一个苹果 那是集众人眼光 是什么 惊为千人 现在是不稀罕 可是再不稀罕 种苹果 跟种空心菜 哪一个来的比较艰难 你也知道 对不对 苹果再怎么样的 所谓的价钱价格 没有以前昂贵 看病有人送 一个苹果 不会有人送你一把印材 了解了吗 越珍贵的东西 他本来就要你付出 很多的心力去呵护的 所以道理一定要明白 我如果把这两个人名点出来 你们在座的都认识 但是不能讲 为什么 那是做讲师该有的一个修养 不是做讲师 是做人 我们不能宣泄人家告诉我们的秘密 我们可以拿出来给大家作为一个警惕 但是不可以联名道姓指出来 所以摇动猪鸡沙盘中 真鸡庙里垂鼓东 这是谈 在批这个不乱系统的时候 然后呢 是在沙盘里面 把它批出来的 沙盘批训 是很艰难的 一个字 写一个字有没有 然后唱念一个字 先佛借俏 先把它批出来 然后 帝才念吧 人才书写 三个各具不同的方位 那个写字是倒写的 后学见过 我根本看不懂他写什么 如果 唱念的不对 先佛会把他沙盘给他毁掉 然后重新再写 直到你念出来字 是先佛的意思 所以读任何一篇的训文 特别是这样的训文 他真的很辛苦 他是用沙盘出来 跟过我们现在用录音带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论我们在沙盘里面 听到了圣贤多少的垂教 所有的内容 无患乎只有一个大方向 叫我们尊礼 功行 威仪利 天经地义 化名情 作为一个学道人 一定要眼以律集 宽以待人 你才会有那么一个泱泱的一个 大度的风气行出于外 感化别人 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 代表的就是天理 要用天理 用真理 去感化 还在什么 还在生死苦海 漂流 茫然不知归相的那些的人 所以气宇宣昂 超凡俗 道貌 黯然 血骨盛 我们真正在学道的过程里面 依教奉行的 久而久之 我们行出于外的气度就不太一样了 修道人 因为没有邪思妄念 他睡得少 他睡得少就能够得到饱足的一个精神 所以真正学道人 没有常常给人家感觉到两眼心松 你是怎么 我就没睡 没睡 你常时几点睡 我按时七点就睡 你再去几点起来 我再去七点起来 睡十二点 又没睡 为什么呢 因为一直在做梦 躺在床上 左思右想 想昨天 想明天 就是不想想今天有哪一些事情要改变 思过去 思未来 各位前嫌 躺在床上 息后光阴 所以永远睡不饱 修道人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形容我们 有一股良好的气度于外 那为什么会有气度 因为你在学的过程里面 学补胜 在很多的地方 言语行为上 有一个严格的尺寸要求自己 或许这个人 平常跟人家戏略惯 没有恶意 但是偶尔 也不是偶尔 是经常 人要坦白认错 将来才不要接受 严厉的什么 严厉的一个所谓的挑战 有一句话 一句话就可以很简单的恢复人家 就偏偏还要加两句话 去反问人家 我后来都在思维 真正的圣人会这样做吗 不会的 不该有的言语就少说 最好不要说 所以在不断的在警惕自己以后 那种犯错的机会 他也大幅度的就减少了 所以这个道貌黯然是好的 是代表我们态度很震惊 那我们现在都形容人家 道貌黯然是形容人家什么 假道学 他是很好的四个字 我们现在都把它用 用到不好的方面去 我们要证明 证明什么 证明这四个字 要用对方向 所以求人为人 甘受苦 舍身取义报大作 我们既然要负名本性 本性在儒家的代表 叫做人字 测饮之心 人皆有之 那你在在负名本性的过程里面 你难道不受苦吗 那个苦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挑战 后学说过 敌人是自己 我们受困于过去的 我们的惯性的思维 惯性的行为 我们现在即便已经接受 圣人义礼的一个教化 我们克服不了过去 所带来的一个拘束 很不由自主的就这样子说 就这样子做了 所以真正我们要成就自己的心性 你一定要学会往里面去超越昨天的你 昨天超越前天的你 明天才会比今天会更好 否则不论十日多久 我们永远让过去的我们 做今天的我的主人 各位钱你的苦就受不完 而我们求人得人是负名本性 舍身取义是谈往外面 做一些利人的事情 我们要往外去度众 过去前辈子告诉我们 你要有王八脸兔子腿 听王八脸好像蛮不好听的 他告诉我们的意思 你要能够经得起别人的嘲讽 别人的冷言以待 我想再多的前嫌 应该有一半以上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很想要把这个尊贵的大道 跟人家一起分享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亲朋好友 不乐见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一个改变 他也不接受甚至一个教化 所以我们捧着满腔的热情 跟对方进行一个 所谓的沟通的时候 别人是相当的冷漠 那还算客气的 如果对方休养不够有没有 他回过头来舍你两句的 也大而有之啊 我记得最清楚是早期后学刚学到 在吃树的时候 家族婆家的家族那边 一家人都去扫祖坟 我们五房都是聚在一起扫 扫祖坟的时候有没有 然后我公公啊 就跟他的弟弟在那边聊天 算是我们长辈了 然后我那个叔叔不知道是要讲给我听的 还是要讲给大家听的 我就隐约听到他讲了一句话 吃菜的实在可怜 白菜豆腐过一天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像我们多好啊 然后就跟我公公讲 上个礼拜打电话给你 叫你去外面聚餐 你不要 你知道我们那天吃了什么吗 炸蟋蟋 吃三针啊 那个时候刚求到 前邪面那个善良的风气 灌满了我的这个小小的胸腔 所以别人的冷言冷语 对我而言 我反而没有任何感觉 不是麻木不仁 是不会让他影响自己 当他一讲炸蟋蟋 我的眼前就跳出了什么 跳出了蟑螂 我小的时候抓过蟋蟀 蟋蟀是黑色的 好像黑漆漆的嘛 他的形体其实 我感觉跟后面的蟑螂 没有什么大差别 只是蟑螂是扁平的 而且是咖啡色的 我第一个念头 就浮起了炸蟑螂 然后一想到炸蟑螂 我就忍不住笑出来 他们在聊什么 什么三腔肉什么 我反而没有感觉了 所以各位前写 把别人的好记在心里面 他自然可以摆读不清的 否则整个家族几十口人 只有我一个人吃素 那时候我刚求到 摆明了就是讲给我听的嘛 家族里面出现一个吃素的人 你知道那是多么一个 惊天动地的事吗 左邻右舍马上就传出去了 善良人说恭喜我婆婆 哎呀你们家有一个佛子啊 但是好话通常不多 乡下人都觉得吃素是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以前吃不起肉 是因为没钱 现在怎么还要吃青菜豆腐呢 实际上我们有天天吃青菜豆腐吗 还没有啊 我就没有吃过青菜豆腐啊 我是被佛堂吃素吃得那么好 给诱惑住了 所以我刚开始还真的不是为了慈悲啊 所以我很认同 五味师里面在煮饭给那些 比如像接大班青年班 去争取豆腐 后学是认同的 但是对于经典班你不要 因为这边没有一个是刚入道场的人 每一个都是老先干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是对于吃素 是斩钉截铁的认同的 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中午那一餐翻过来的 有吗 有我贴你车费 因为一餐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可是其他的班级有可能 年轻人有可能 接大班有人一个月只听一次啊 他未必吃素 所以煮好吃一点 我是认同的 因为早期我就是这样来啊 可是对于老道青不要这样浪费 我们要学会节俭 把多余的跟人家去分享 讲师班也不要这么浪费 要当讲师的还会为了一餐美食吗 不会 所以要分班起 所以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他不是放诸四海阶准 他要因人因空间而异的 于是我们在行事的过程里面 你就不会顾折失笔了 那你在半道的过程往外面度人 如果对于这个道没有十足的肯定 各位前嫌 受到别人三言两语的挖苦 我们就退却了 哎呀不要了不要啦 我去过了他们家不欢喜 我们在座的有道青 我也不讲他是谁 好几位 好多年前就成全一个道青 一个月一次 人家没有停歇过 刚开始我想 那个热脸天冷屁股的情况 应该是不少 好多年了 大概最近才渐入家境 没有断过 没有这样弃而不舍成全的精神 就没有今天人家看到你来 还乐于跟你分享一点心得的 美好的机会了 所以 其实修自己难是难在 克服不了自己 往外面成全别人 难就难在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默虚 有的自尊心拿掉 你有没有那股坚毅的恒心 那个恒心能够贯彻到底 才是真正尽忠啊 那才是孝师智 体师心 济师行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尽忠的观念 那九个字都叫做口号 所以智势不忘再勾获 勇士不忘上原点 我们求人得人舍身取义 是告诉我们 你在学办到的过程 你不要去畏惧外在环境的艰困 什么叫勾获 我累了 我倦了 我只能席地而卧 过去各主线的老前辈 在大陆 在台湾 开荒半道 都是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都是这样的一个刻苦耐劳 我们师尊师母 民国三十六年 要往四川去 应四川的道青 前去成全他们的时候 师尊师母 要翻山越岭 四川是一个盆地 八九十年前的四川 跟现在的四川不一样 四川是有天险的 他紧邻的青康站高原 四百四千公尺的那么一个高山 各位浅贤 那要怎么过去 高铁吗 捷运吗 计程车吗 脚踏车吗 很多地方就是一个人力车 很多地方就是你的两只腿 那是怎样 那是真正的 是尽忠尽在老母前 那就是师尊师母给我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精神的一个感召啊 那是真的忘掉了色身肉体带来的束缚 那是真的在一心未到的时候 忘记外在环境的艰困 勾获代表环境的艰困 那很多时候 我们在往外去的时候 现在来讲 即便治安还不错 可是搭交通工具有很多意外啊 对不对 不是曾经发生过一次吗 贺学根好像水龙姐去马来西亚 我是从新加坡转到马来西亚的 所以新加坡进马来西亚 是做什么 是由稻青开车送我们进去的 结果我进马来西亚的那一天 刚好台湾有一个班机 起飞到马来西亚 掉到海里面 死了几百个人 前人的电话就过去了 周蒋是安然抵达了吗 我还想 沈丽美就回答 怎么会呢 周蒋是已经过来了 前人说他不是今天到吗 我就接过电话 我说前人 我从新加坡进来 不是今天坐飞机啊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前辈子不知道我们坐哪一班飞机嘛 所以一看走马登跑出来 往马来西亚的一个班机 跺海了 又是我们出发的 抵达的那一天 他就把它混在一起了 所以往国外奔走 所以往国外奔走还有那么一点点 真的是要上原顶就是抛头颅撒热血 尤其天灾这么多 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贡献哪一天是成熟的时候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前嫌假如真的何其有幸就在我们往外去办到的时候 真的交通工具出问题了 我先说出问题就是你自己没有错啊 人家规定你跑100你开150那你是至早死路你怪不了别人 你一切都循规道具 你开车循规道具 你坐飞机当然跟你没关系 因为 上架子坐的不是你 然后又遇到了意外 然后就驾喝西归 我就告诉你 在两眼要闭的那一刻 你一定要讲感谢天恩施德 为什么 沉到了 真的是死在道场上 我们不能说是梦寐以求啊 可是这个真的是应该是会 工上再加一点工啊 这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吗 所以怎么样你就放掉了吧 只是出门把一些该交代的弄清楚 掌管一家之财的人 把财库交给另一半 你懂了吗 我就这样做 后学先生就这样做 因为出去的机会太多了 所以我身上不喜欢摆人家寄放的钱 其实又很喜欢摆一些钱 会在这里 然后我都会害怕的 赶快左手进右手出 以前不怕 现在会觉得 好像时节因缘不太对了 不要给自己留下污点 但是也不要给家庭留下遗憾 什么叫遗憾 有一天要走了 先生不是怀念你的人 是不是奇怪 我赚的钱都往哪里去 我都不知道 所以不要让自己的先生留下遗憾 就要把他交代的很清楚 后学跟自己的先生 钱财方面是很开通的 互相尊重 你给我吃给我喝 就可以了 我要的也不多 所以这都是告诉我们 你在修半道的过程 你有赴汤导火 万死不吃的精神 亲口愿不是有这一条吗 那我们亲口的人 在立这个愿的时候 我们都立了 各位钱财 真的让你赴汤到火的时候 会害怕吗 会畏缩吗 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 这种艰难的挑战 但是 你要告诉你自己 如果真的有那一刻 那是老天对你的什么 一个成全 那是你我们时间到了 你时间到了 老天给你安排了最后这趟路 走得这么快乐 先佛一定在旁边接 因为你是味道捐躯 然后好的是 还有一些的交通 私事的补助 这叫苦中作乐 我们这堂课要玩 下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让我一直觉得很感慨 我昨天同样看到一个新闻续席 一些先进国家 我不要讲哪一国 就是日本 还是讲出来吗 你们可以考证 因为现在因为人口不是暴增吗 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在暴增 老年人口 然后天灾多 食物不是供应就不够吗 所以他们就在 有一些人就推出一些的想法来 那新闻记者 台湾会把它播报 就是我们台湾也要去参考 未来的事件会变成这么残酷 他说假如有一天 我们国内的人口达到饱和了 粮食不足以供应这么多人的需求 是不是要鼓励75岁以上的人 如果甘心安乐死 可以奖赏他的子孙 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面是想 过去我们不是曾经在一些故事电影看过了吗 过去人因为生活环境辛苦 养不起一家老小 就把家里的老人最后就丢到了什么 丢到山上 让他自己灭亡 在印度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印度也有啊 可见古今中外这么残酷的事实都有 可是我们进入到文明的21世纪了 我们的科学这么发达 我们的学识这么充足 我们居然在考虑到粮食问题 没有用其他的方法 我们怎么会爱护地球 让他没有天灾 粮食供应就不缺嘛 我们不朝这个地方去 全心去努力 先考量75岁的人 你超过75岁 你就不用管道了 那你80岁以上我恭喜你啊 因为你的危机就更少啊 我才60出头 想一想将来还可以这样子去造福后代子孙 尽管心不甘情不愿 他只是一个所谓的提供大家另外一个思维 并不是真的已经发生 因为是认为以现在的天灾的一个评价 水灾啊 对不对 这种干旱啊 所以植物越来越少 所以这样的危机是会发生的 所以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 偏偏自个的议题 会让人觉得很难过的 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思想 用到正确的地方去 你出来的计划就是如此荒腔走板 这是昨天新闻报的 所以老人不再是什么 不再是一颗珍宝 很快就被别人弃之如壁血 然后晚上又看到那一则新闻 小孩子教他 要怎么样满足自己的性需要 假如你是男生爱男生 女生爱女生 就让我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 好好修 我们好好修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老人 不遇到这样的艰困的时代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儿女 在这样社会的歪风之下 他不会步向那么一个不堪的后尘 这是修道带来的 上右什么 所谓上右父母 下右我们的儿孙辈 但是中间的我们责任就很大了 所以钱贤们加编努力 胜利就再旺 感谢电视的 谢谢各位钱贤